好 來看到是迎戰民進黨的鐵票艙 台南這邊是不是可能出現 所謂的藍白和在野大聯盟呢 因為現在其實民眾黨在這邊 是沒有推派市長的參選人 不過推議員的參選人 所以他們缺乏母雞蛋小雞 而現在國民黨的市長參選人 謝龍介他就說他願意來幫忙推一把 他找這位是民眾黨的議員參選人 將國民共同來拜票 他說希望達到所謂的選票的外溢效用 讓一加一大於二結合之後 促成所謂的在野大聯盟要打贏這個選戰 他認為與其把席次給綠營 不如把席次留給民眾黨的議員參選人 但是來看到是藍營內部的時候不同聲音的 他們認為就怕被瓜分這個選票之後 導致藍營的議員可能會落選 而且認為這個聯盟就會有循資的問題 不過來看的是綠營這邊可能不太擔心 他們認為說其實藍白能夠能否合作 看的是能否真的是真心的互相合作 所以綠營方面是持保留態度的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hebbenbuong市場表示 算性勢的